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94 2米1和2米82 它的轴距是3米75 整款车内部可以合载6个人 它是满足上蓝牌Saber驾驶的一款车型 整个车辆的车身外观说实话看起来是比较低调的 它在车身处做了一种拉花 可以增加一部分车辆的活力了 那外侧并没有有太多的这种生活设施的配置 但是它顶部有一个遮阳棚 这个也是很好的辨别出它是一款房车的一个功能设施 像露营的时候把遮阳棚打开 就可以打造出一个非常不错的露营环境了 整个车内采用的是这种蓝白配色的软包 而且驾驶师也是采用这种内饰风格 没有了以往房车的那种比较质朴的感觉 看起来也有一点点高级在里面了 这款车在动力系统上搭载的是22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是6AT自动挡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10千瓦 最大扭矩是375牛米 对于新手来说驾驶也基本没有任何难度 驾驶师的上方还带有一台小电视 可以供后方的乘客观看 后方是双人的航空座椅 长途旅行的舒适度就不言而喻了 可以多角度的调节 同时还带有像通风加热按摩等等功能 我觉得基本上是车内最舒适的两张座椅了 航空座椅的后方就是这款车非常有新颖的一个设计了 它是采用的一个这种小型的对卡座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行车过程中 它也是有两个座椅可以乘坐的 中间的这种小餐桌是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移动的 夜晚休息的时候 这个位置还可以变成一张简易的这种小型床铺 一个小朋友睡的话应该也可以 上方的顶部还有一张1米95乘以1米15的隐藏电动床了 平常不使用的时候就藏在车顶不占用空间 使用的时候直接把它放下来 虽然床铺的宽度不是很宽 但是整体的长度还是够用的 一到两个成年人在这里使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这款车最多我觉得支持这种三口指甲使用是可以的 车辆的尾部就是这种封闭式的厨房和卫生间的位置了 把门拉上可以有效的隔绝油烟或者异味进入到生活区里 像这种厨房和卫生间这种对立的形式 虽然说很好的打造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不过布局上的喜好度也是人这见人的 像厨房区域配备有洗手盆以及电磁炉 同时还带有一个110升的冰箱 卫生间的区域带有独立的合适马桶以及淋浴等等 基本上满足我们一个基础的使用需求 在水电方面采用的是一个48伏的电路系统 车辆内部它自带有5度电 同时还配有48伏的空调 车内还带有暖风暖水系统 基本上15分钟以后就可以持续出热水了 洗漱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款车就是来自威尔特芬的清风10号房车了 它整款车内既可以满足这种商务接待 同时又满足这种短途旅行也没有问题 可以说是一种一商一价的使用 同时外观也很低调 是和那些喜欢低调出行的人士了 这款车的起筹价它是35.8万元 大家觉得整个车辆内部的布局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挺新颖的 如果您对房车感兴趣 欢迎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也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